Under Man's Soft Glow Whispered Wounds They Glow Heart Seeking A Sign Want Your Hand In Mine Cherry Blossoms Fall Painting Dreams So Small In My Mind You Stay Every Night And Day 其實為什麼你會開始讀攝影 我想是機緣巧合 其實最初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讀商科其實也不太喜歡錢 剛好有一部相機 我就覺得學習如何使用 那部相機是誰你自己買的 不是的 我們移民時有個叔叔送 不知為何跟著我們下去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好東西 是甚麼 Nicomac FTN 第一部相機嗎 是我們家裡的 還有那支55 1.2 就開始你對著攝影 就開始學習 多兩整天都進入客房 然後就覺得很過癮 然後第二個課程 他帶我們進攝影機 拿一些Floodlight來玩 我又好像很喜歡玩Floodlight Floodlight的意思是甚麼 即是一個大禍 裡面有一個燈泡 即不是現在的閃燈 即是那些 拍片燈 是的 即是早期荷里活的Floodlight 就是用那些來玩 是的 那時候1977年 所以那時候所有攝影機拍照 都是用過那些燈 我不是在攝影機拍照 因為那時候上課 他們只有Floodlight 即是Fernel Mo Richardson 那些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對於燈光 我覺得挺有趣的 然後拍了一張出來 每個人都讚 那我就研究一下 為甚麼每個人都喜歡那張 我看下去 真是好事不撞棍 即是一支燈搞定 背景有光剛剛好 我想是彩數 我想那時候我都不知道 嗯 那位先生給了我一個A 我的project 是 那我就研究一下 為甚麼那些人讚 我覺得是好看的 嗯 然後分析 那後來知道為甚麼 那便開始有些concept 嗯 那是因為我們 都不是天生出來 都不懂 那你便要學 然後便慢慢去研究 那位先生跟我講過一句 我們人打燈 根本是學太陽 那便去研究一下太陽 太陽是怎樣 不同時段 甚至乎不同地方的太陽都不同 不同 即是歐洲的太陽和美國 歐洲、南美、L.A. 紐約很不同 香港很不同 香港高樓大廈多 嗯 嗯 那後來你就從美國讀完書回來 那一回來 我知道你那個studio 就在帕馬地 那是怎樣找到帕馬地 是否為甚麼在帕馬地 我想知道 那後來你拍了很多唱片封套 那唱片封套是哪個 這麼巧 第一個唱片封套是 是劉天蘭要我拍的 就葉得閒那天千個太陽 是 因為之前我有幫他拍號外 所以其實你是先拍了號外 是 然後呢 我認識天蘭 他有一天找我拍號外的第一眼 是 即是內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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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拍了一輪 應該叫甚麼 first glimpse 是 拍了一輪 之後就是 紅外封面 之後他有這個cover 叫我拍 紅外封面是哪個 就是 有幾個 我記得 林寶儀 很多 林千替 然後 再拍了幾個拱利 天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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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第一個唱片風套就是葉得閒 是 然後一直都拍很多唱片風套 然後還有一個故事 突然間 一間唱片公司 那個設計公司幫我唱片公司做 找我拍太極 生藝部 後來半年前才知道 我跟陳小寶吃飯 他才知道 因為他見到一張電影海報 覺得很好 然後問問誰拍 原來是我拍的 然後我想找這個人幫我拍太極 原來是他 原來是他看到你拍的東西 然後找你 現在開始了我正式拍《尚美封道》 因為 生藝部是保麗金group 你開始拍了他 然後就有保麗金的東西拍 嗯 那時候你拍陳百強的唱片風套 你記不記得 那次是因為 藝術主席是周淑盤 Charles Child 那次是號外的封面 之後就拍了他的唱片風套 即是陳百強的號外封面 是的 哦 那接下來你拍張國榮呢 你第一次拍張國榮 是否也是拍唱片風套 是的 側面 是Alan Chan找我的 是 名設計師 也是名設計師 平面設計師 因為他也是新藝部 是嗎 即是他在新藝部 那時候 張國榮是新藝部 唱片公司 哦 明白 明白 第一次跟張國榮拍照 有甚麼特別記憶 沒有 他很友善 很友善 很友善 但覺得他很緊張 因為他很忙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他是起飛 那個時候 即是Monica之後 嗯 嗯 然後你也有幾次幫他拍 之後就陸續幫我拍 拍到他最後一首 就是Final Encounter 即之後他收咪 封咪 對 Final Encounter 有甚麼特別事 我記得我租過Studio 因為 Final Encounter 就是Final Encounter 是一個Propsy 不是Key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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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那麼高 所以租過Studio 是可以開車進去 其實之前是車房 另外 譬如拍這個梅艷芳呢 梅艷芳是否跟他拍過一些 早期不是拍過很多 就是來不來跟他拍片 是的 後來是金枝玉葉 金枝玉葉 是的 那次是UFO唱片公司 我幫他們做過一段 後來你也有幫他拍過一個 我的演唱會是02的演唱會 那個是初遭遇我 我記得你說張學友時那張照片 在黑房裏好像有些特別事 有些療程 是嗎 我們經過幾個步驟 其實這張照片是很低鍵 很塵的 黑白的 我用一些bleach 漂了一些highlight 你覺得有些閃亮亮的感覺 之後再Selanium tone Selanium tone 之後可以放到250年 你把照片裡面的銀 變成另外一種金屬 在黑房裏面 除了剛才用bleach 你還用別的東西 有很多別的東西玩 我記得早期有一張 小蘭周期做複製 五張照片 一張照片 都挺挑戰 以前有些叫什麼 E沖絲 E沖絲是怎樣 E沖絲在之後 E沖絲是用slide 當底片形 即是 因爲沖E6 你拿去沖C41 那它變成是negative 然後你曬上 為何E沖絲的contrast 和color saturation 那麼厲害 就是因爲通常底片 你沖完底彩色 底片出來 是橙色的 那是contrast mask E沖絲就沒有了這個contrast mask 所以就有很大的contrast 橙色那是來按下 contrast 是否就是郭富城 有好幾個 我們郭富城有一個是contrast mask 有一個是 以前張學友都好過好幾次 用這個方法 劉美君 王興平 黎明都用過 嗯嗯嗯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人用E沖絲 因爲沒有professional lab 其實你玩E沖絲 有間professional lab 肯陪你一起玩 嗯嗯 因爲你拿那個transparency 你沖絲41 它肝肉藥的損耗是很大的 嗯 即是沒有那麼耐 因爲它掉了很多東西 下肝底會影響到那些藥水 嗯嗯嗯 那如果拍攝號外 那你覺得有哪個號外的session 你覺得很memorable 最memorable就是 哥哥 上肝肉藥 花彈那個 91年 那也是一個特別治療 是嗎 我是拍攝Start的 然後打開了Direct Print 之後便拿去我朋友的店舖做Color Xerox A3 Color Xerox 然後再掃描 然後就拿去分析 找一張Zero去分析嗎 是的 因為我喜歡它的色彩色和爛 我想問一下 因為這個展示也叫做《It's About Time》 而且你這麼久都沒有做過展示 你為何突然會 因為我之前的概念 我是商業拍攝 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精華拍攝 現在想一想 我已有一百年多了 現在不能做 我多幾年 我七十歲 我不會想做 沒那麼多氣力 可以再做 之後才算 趁我現在氣力好一點 先做它 根本覺得現在不是 商業藝術也是一種藝術 而且那時候是香港黃金田代 不如展示一下歷史 展示一下 讓年輕人知道以前的事情是怎樣做的 其實你期望 除了跟年輕人分享以前的經驗之外 有甚麼訊息 在這個展覽上想遞出來 或者你想 沒有 讓人看看那個年代是怎樣的 有興趣 找到更多一些 在你攝影的生涯裏面 都有差不多40年的經驗 有甚麼東西可以看到 即是接下來攝影 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或者在一班年輕的攝影師 你有甚麼特別事想跟他們說 或者幫助他們 即是Follow your heart 你始終喜歡這件事 你都會做這件事 只不過你是認真要投入 擺多些時間 練好你的工具 看多些事情 然後只要學會怎樣問問 譬如你喜歡這段影片 或者喜歡這張照片 你要知道為何你喜歡 要懂得分析 這樣才有進步的空間 其實你當功課去抄襲東西 不是壞事 你在抄襲東西 從中學到很多東西 只不過是你抄襲完之後 你學習了技術 你的工具箱 多了幾個工具 因為你有這樣的經歷 是一個學習曲 全世界各個地方 日本那麼厲害 當初七十年代 人家說Million Japan 因為當時都是抄襲的 抄襲到一個地步 你才懂得創作 你沒有物體 所以你做不到什麼 但你不要抄襲到足 如果抄襲到足 你當作功課 當作學習練習 就不是拿出來給別人看的東西 我覺得 而且團隊很重要 因為永遠不會是你一個人 就算你拍照 你也有助手幫你 你要感受這些人 你拍一個人 你有頭髮化妝 甚至乎現在有服裝 現在有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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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團隊很重要 你看到中間的溝通 每個人都有發揮空間 這樣才有魔法出來 你跟著Layout做一些事 出來是死故故的 不會有生命 有很多事 Layout只是一個起點 可以變出來 如果遇到好東西就要爭取 Sam 你有沒有一句說話 金句 送給我們年輕的朋友 喜歡攝影 你有沒有一句話可以送給他 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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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